2002年的东京街头,一辆卡车静止的撞向汽车,一瞬间车回人亡 副驾驶上放着后老省大臣秘书的照片,难道车祸和其有关? 五小时前,国会议事堂正在举行内阁上任仪式,这次内阁主打年轻化 其中只有年仅43岁就担任后老省大臣,且首次入阁的清家伊朗 他是公认未来能讲究总理的人选 除此之外,他还出了一本自传,名为《夙愿》 里面提到了他和刚病事前官房长官的父子关系 他为何选择在此时公开这一消息?各界人士都不得而知 记者小苗接到任务,在文艺专栏刊登苏彦的特辑 为了收集资料,他和后辈来到清家曾就读的学校 清家在书中提到的后援会长左幕和清家是同班同学 两人的关系非常友好,经常和两人在一起的 还有清家现在的秘书林木,提起林木,老师自豪不已 林木是同届最优秀的存在,个性也很稳重 和清家形影不离,而且清家能当上学生会会长 多亏了林木的指导 苗记者非常好奇,既然两人关系如此要好 清家为何在自传里完全没提及林木 这点老师也不太清楚 苗记者打算找同学了解情况 父亲恰好打来电话,已经到达东京 想跟他碰个面,听说他在给清家的自传取材 父亲不禁感叹世界真小,话音刚落 一辆卡车直直的撞向父亲 不远处的车里走下一个人,拿走苗傅的调查资料 苗记者来警局认领尸体,警方拿来的遗物少得可怜 苗记者很是疑惑,父亲明明说在调查一些事 怎么没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而且手机也被损坏 钱包里有一把作令保险箱的钥匙 警方已经查过事故的起因,是肇事司机疲劳驾驶 苗记者找到父亲留下的保险箱,里面是一桩陈年旧案的资料 28年前,一级贿赂案震惊全国 不动产开发公司BG的私人股权被用于行贿 揭发这件事的正式苗傅 他一心想揪出幕后涉案的政治家 可最终只有BG的社长被抓 案发不久后,社长在保释期间随于自家宅地 警方最终已轻声起案 保险箱里除了这些资料以外 还有一本苗傅的笔记,上面写满了人名 可能是当年涉案的政治家 里面竟然还有现任总理和外务大臣 更让苗记者没想到的是 死去的社长还有一个儿子 就是清家的秘书林木 而且苗傅死亡当天,还约了林木进行采访 地点是苗傅出师的净水厂入口 难道苗傅的死和林木有关? 隔天,苗记者找林木对质 林木不认识苗傅,更不知道什么采访 后辈已经调查过林木 大学毕业后进入经济产业生 在清家当上民意代表现 就当了清家的秘书 多年来从未有过负面新闻 如果真是这样 这个人肯定臣服其身 苗记者想到一条妙计 最近他们在收集清家自传的资料 和不约清家进行专访 说不定能套出什么线索 刚踏入清家办公室 苗记者就注意到桌上的俄罗斯套娃 跟清家很像 林木认出了他 谨慎地跟进办公室 众所周知 有关大人物的采访 都会提前准备好答案 清家自然也不例外 只料苗记者不按套路出牌 询问书里为何没提到林木 清家不慌不忙地回答 两人的关系太过亲近 写出来好像在炫耀一样 苗记者没再深究这个话题 转而问清家 知不知道林木是28年前 青生社长的儿子 清家犹豫了 抬头向林木求助 苗记者很快捕捉到 直接向林木发问 他已经打听到 当初社长被捕后 林木就改用了母亲的救星 搬到没人认识的松山生活 除此之外 他还修好了父亲的手机 里面有一条语音留言 能证明林木和苗妇通过话 还同意了采访 而且时间地点都是林木订的 林木不再伪装 承认接受苗妇的采访 但仅此而已 至于书的问题 是林木自己要求的 因为即使案件和林木无关 光罪犯儿子这一个身份 就会影响清家的风评 林木打心底欣赏清家 认定清家一定能当上总理 所以不论如何 都不能让自己影响清家 苗记者不信林木的话 父亲的笔记里还写了很多事 至于是什么 他无可奉扣 不过和清家的对话 让他有种错觉 觉得实在和AA说话 这个人表现得太不完美 反而有种不自然的感觉 而且在他追问林木时 清家好像当机了一样 下意识地求助林木 如果在此之前 都是林木为清家运筹帷幄 那林木当秘书的目的 应该是想操控清家 就在他瞎想之际 清家突然约见 这次见面是清家自己决定的 林木并不知情 经过此次畅聊 两人都进一步了解了对方 临走前 清家突然嘱咐他 让他好好看着自己 不等他搞明白什么意思 就接到一个任务 贴身采访清家 这是清家主动向公司要求的 后辈送来一篇论文 题目是那最主义 封面的署名竟然是清家 他立刻展开阅读 发现里面非常赞扬希特勒的手腕 这要是真的出自清家之手 就完蛋了 未来总理的候选人 竟然有危险思想 除了希特勒之外 文章还提到了哈姆森 据说是希特勒的智囊 曾被视为暗中操控希特勒 假设论文是清家所写 那么对清家而言 林木就是哈姆森 这时清家的记者例会开始 一提是保护儿童 清家把昨晚从他那听到的想法 加以润色变成自己的观点 这样他对清家有了不同的看法 同时认为 寄来这篇论文的人 应该是想毁了清家 想起清家昨晚屋里头的话 他突然意识到 这可能是清家在向他求救 就在这时 有人闯入他的房间 拿走了苗副的调查资料 同时认为有人在警告他 让他别再继续调查 可事关父亲的思议 他一定要查下去 于是他反复阅读清家的自传 里面提到 清家第一次见到五亿元 是在左幕开的日料店里 真实情况是 林木把清家介绍给五亿元 书里还提到 大学毕业后 五亿元录用清家当秘书 在清家27岁那年 五亿元不幸死于一场车祸 苗记者查了一下 发现五亿元和名副一样 都是肇事司机披露驾驶 而清家正是因为五亿元的理事 接手五亿元的选区进行参选 这才踏入政坛 苗记者据此怀疑 五亿元的车祸 很可能是林木 为了让清家当选民意代表而策划的 为了查清真相 苗记者时刻注意着林木和清家 发现清家在记者会所说的每个字 都清楚地记录在林木手中的纸上 高中竞选学生会会长时 林木就和现在一样 给清家准备演讲稿 并参考五亿元演讲时的动作 把清家每句话跟配的动作都详细标准出来 等清家演讲时 他便会合对 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 接着会结束后 苗记者跟着清家来到左墨的餐馆 左墨看到后 向某个神秘女人汇报 隔天 苗记者去了趟松山 调查五亿元的车祸 所有相关人员他都打听过了 就像报道上说的那样 车祸是一件事故 招事者是无业游民 事后痛快认罪 也付了高额的批偿金 撞死苗夫的也是一样 完全不辩解 希望和解 可惜的是 撞死五亿元的赵氏司机 几年前因病过世 而且林木当时也是五亿元的森人秘书 从目前情况来看 这个林木十分可疑 苗记者打算问问清家 可谁能保证清家不是共犯 想起最近和清家的相处 苗记者认为清家没问题 于是给其发了封邮件 提出想和清家谈谈 转而也给林木发了一封 提出和对方聊聊五亿元的车祸 苗记者很快和清家见面 说出了自己最近的调查 种种迹象表明 林木非常危险 请清家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随后他还拿出那篇论文 认为这论文的就是林木 不等清家开口 两人就收到消息 林木出车祸了 事故是车辆开上人行道造成的 除了林木外 还有其他人受伤 苗记者想起了后辈 之前他让后辈跟踪林木 受伤的应该就是后辈 幸好后辈没什么事 检查下就可以出院 林木由加害者变成受害者 难道他们的推理有误 为了搞清真相 苗记者又开始研究论文 觉得论文是清家本人写的 文笔和自传的完全不一样 自传的文笔 有种经过深思熟虑修饰的感觉 应该是林木润色过的 论文的文笔朴实直接 给人一种诚挚的感觉 以苗记者对清家的印象 论文才是清家亲笔写的 不过自传里有一个章节 跟论文的手臂很像 就是写大学时期女友的那段 苗记者再次仔细阅读 大三大年 清家在电影院出院女友 对方和她是同级 就读法院大学 两人聊得十分途级 后来渐渐发展成情侣 苗记者找清家的老师了解情况 论文是大三时的课题 老师觉得清家的立场太偏激 还给过提示 之后的毕业论文 清家又选择了同样的课题 不过这次立场发生改变 痛疲哈努森 老师认为应该是发生了什么 让清家改变了想法 苗记者最先想到的 是清家在大三时期 遇见女友这件事 老师记得女友 还说女友把清家吃得死死的 女友曾提过27岁这个坎 清家也是27岁踏入政坛 难道清家就是执着于此 才在27岁时杀害五亿员 又或者只是女友杀害对方 历史上 哈努森43岁时被希特勒暗杀 巧了不是 林木恰好也是43岁 林木似乎也意识到这点 回忆了下刚才的车祸 确定司机的目标就是他 这让他想起了大学时期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清家女友 对方称呼他为清家的哈努森 在他的回忆里 清家和女友相识的地方变了 不是什么电影院 而是杂志郑永兰 女友决定把清家的故事写成剧本 他这才知道 清家把什么都告诉了女友 甚至连私生子的事都说了出来 后来清家没跟他打招呼 就带着女友去见我议员 女友当时的笑容 让他记忆游戏 另一边 苗记者收了消息 对清家的贴身采访被终止 但他没有放弃调查 从清家同学口中得知 清女友曾参加电视台的剧本比赛 内容是以清家为原型的政治故事 后来没听说获奖 也没听说出道 剧本的名字是最后微笑的俄罗斯娃娃 苗记者立刻联系电视台 想查看剧本和清女友的资料 结果被对方拒绝 这时后辈查到一件事 法院大学没有清女友这号人 线索就此中断 同事提议从武艺元的政策秘书腾田查起 为何要从腾田查起 因为大学毕业后 清家就担任了武艺元的私设秘书 腾田是政策秘书 可能认识清女友 苗记者很快找上腾田 询问是谁在背后操控清家 听他提到林木 腾田笑着摇摇摇头 林木没有这个本事 因为清家没有把林木当成朋友 对林木没有任何感情 换句话说 就是清家根本没有心 这点跟清父一模一样 对于清女友 腾田颇有印象 有次清家带其去听武艺元的演讲 清女友再次提及27岁局势的天才 承诺会在27岁前 让清家成为独当一面的政治家 从这以后 大家就再没见过清女友 不过腾田记得 武艺元发生车祸时 跟某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 且非常依赖对方 至于是不是清女友 腾田也不知道 但能确定的是 清女友应该没杀武艺元 因为当时武艺元已经打算退出侦探 准备让清家接受 这样一来 清女友就没了杀武艺元的动机 描记者还有一件事要请教 清家当选后 腾田为何没当秘书 不是他不想当 而是被清家拒绝 临走前 他提醒描记者 如果哈努森还在清家身边 描记者很可能成为对方的目标 描记者冲进林木的病房 让他帮自己找出清女友 毕竟清家的政治家才华 会让他们产生战友欲 清女友也知道这点 用清女友的话说 清家虽然有才华 但却宛如一句空格 自己随时可以影响 让其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清女友给剧本取名叫 最后微笑的俄罗斯娃娃 因为那是一种一个套一个的人物 清家在人物最中心的部分 清女友想看看谁会笑到最后 如果清女友还在清家身边 后果不堪设想 可林木也不知道清女友在哪 不知道可以找 描记者让他联系电视台 助自己拿到那个剧本 找出清女友的下落 林木最终答应 等待消息时 清家突然联系苗记者 约他晚上去某饭店见面 医院的林木又想起以前的事 那时清家刚当选 林木就划清了两人的界限 好友关系到此为止 只有这样 身边的人才能佩服清家 既然如此 清家希望以后两人意见相助时 林木能听自己的 让自己有最终的决定权 林木刚点头答应 清家就说出了第一个决定 不再录用腾田 没过多久 描记者在林木的帮助下 拿到了清女友的报名资料 上面又是另一个名字 剧本里还提到了哈姆森 不等他搞清怎么回事 和清家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 他急忙去赴约 可清家却让他别再联系自己 说什么是为了他好 还会好好看着他 送走清家后 他连夜看了剧本 内容稀烂 不过能肯定的是 里面隐藏了一些真相 他打算去资料上的地址招任 却被上司拦住去路 下令不让他继续调查 否则公司就没了 很明显 证件有人施压 可调查刚有了眉目 他怎么可能放弃 为了不良力公司 他决定辞职 当一名自由记者 这样就能继续调查下去 他根据资料上的地址 找到了清女友的家 没见到清女友 见到了清母亲 母亲已经好久没有清女友的消息了 曾报警寻人 但就是找不到 清女友18岁离家出走 中间回恋过一次 目的是为了要钱 还说什么找到要钱数了 顺利的话可以扭转人生 同时也从公司辞职 准备帮苗记者找出真相 苗记者也不客气 清女友在剧本里提到清母 似乎和清女友有交集 请同事帮忙找找清母 可他们对清母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有人知道 那就是林木 林木确实认识 不过不太熟 自从清家成名义代表后 就再没见过清母 从林木这里得到清母的名字后 苗记者马不停蹄的去清家老家打听 这里已经破败不堪 据邻居所说 十年前清母还住在这里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里是清家养父的老家 清养父是资产家的独生子 年近六十在东京认识清母 后来把清母取回家 当时清母已经有了清家 不过清养父并不在乎 回来定居两三年后 清养父便出车祸死亡 又是车祸 难道极其车祸有关联 邻居找来清母的照片 苗记者看到后震惊不已 因为他昨晚才见过这个人 而且还是在母亲的餐馆里 他急忙调查了清养父的车祸 是驾驶时分心才酿成悲剧 养父死后 清母继承了大笔遗产 还有一点非常奇怪 五亿元出车祸的地点 竟然是清家的老家 难道五亿元的女人是清母 迄今为止 五亿元 清养父 林木的车祸 都和清母有关 苗记者甚至觉得 苗妇的车祸也和清母有关 就像当初怀疑林木一样 如果与总理 大臣被发现和毕记书为案有关 那么与之交后的清家就会被拖下水 就此断送政治生涯 清母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除掉了调查的苗妇 至于女友 应该跟清母有所交集 具体是什么 苗记者也不知道 苗记者又从清家老师口中得知 清母和清家的关系很好 而且让清家有从政想法的 是其自传中从未提及的祖母 不幸的是 祖母在清家上高中时便去世了 林木身为清家的好友 经常去安慰清家 这样一来 林木应该常常遇见清母 苗记者不明白 林木为何要撒谎骗自己 而对苗记者的提问 林木一问三不知 可真实情况确实 林木当时经常见清母 而且还对清母产生不一样的倾诉 不久后 官方长官被曝出丑闻 候补人选中有清家的名字 苗记者不可置信 难道真的要让推出危险思想的人 获得更大的权利吗 他必须要有所行动了 晚上 林木刚进家门 就看到了苗记者的身影 苗记者也不废话 拿出那篇论文 今天找到了结论文的人 就是林木的妻子 在林木没有回来前 苗记者就和林七聊过了 听到清家背后之人可能是清母时 林七也不再隐瞒 前段时间林木出车祸后 经常在梦中喊清母的名字 说什么清母会杀了我 论文确实是林七记得 这东西本来是匿名寄给林木的 林七看后意识到有人操控清家 由于公司立场的问题 他不方便进行调查 这才把论文寄给苗记者 因为他知道以苗记者不畏强权的性格 一定会进行调查 至此苗记者终于确定 清家背后的哈姆森不是林木 而是清母 他已经找出清家所有的发言 发现清家有个贯彻始终的想法 一直提出优点外国 他认为这些发言是受了清母的影响 接着质问林木 为何撒谎说和清母不熟 林木没有回答 思绪飘回从前 清母曾拜托他拆散清家和清女友 他做了 但没有成功 更过分的是 清女友竟然堂而皇之地住进清家家 某天清女友和清家相约去看电影 林木准备离开 却被清母叫住 两人当晚便发生了关系 事后清母又一次拜托他拆散清家和清女友 他完全陷入清母的温柔向 有时间就劝清女友和清家分手 但清女友坚决不肯 后来有一天 清女友突然消失 哪里也找不到 就连名字都是假的 这样看来 清女友的失踪很可能和清母有关 描结者帕希特勒的价值观就是清母的 清家在清母的控制下 站上高位实在是太危险 他提出和林木联手 找出清母的犯罪证据 帮清家摆脱控制 林木不否认描结者的看法 或许就连他都被清母利用过 不过自从清家当上民意代表后 他就再没和清母来往 虽然不知道清家有没有 但他坚信 清家能走到现在 全凭他的帮助 和清母没有半点关系 不久后 清家成功当选 成为下一届官房长官 晚上林木回家 描结者又在他家 他很不耐烦 请对方别再打扰自己 其实描结者来时想告诉他 今天在国会附近看到了清母 清母这时候出现 一定有什么理由 什么理由他不管 要知道此时清家身边站的可是他 早已没了清母的位置 情急之下 描结者说出了笔记赎会案 描复的笔记本背头 就是因为上面写了参与赎会的政治家名单 与总理和大臣的名字就在其中 说不定就是这两人 把罪名推到林木吧 也就是逼近社长的头上 如果笔记本的内容公众于世 那么同派的清家也一定会实施 因此描结者认为 是清母派人偷走了笔记本 听完描结者的话 林木震惊不已 但仍旧没有说出和清母的关系 只说两人20年都没有联系 竟然如此 描结者只能自己查 前两天在国会遇见清母 虽然没追上对方 但他接下了出租车的车牌 让司机把他送到清母下车的地方 至于清母具体去哪 司机也不知道 机缘巧合下 他从某餐馆店员口中得知 那里有间在日外国人支援机构 想起清家的发言都对外籍人员有利 他决定去机构看看 这里果然有清家的照片 而且负责人还认识清母 不久前 清母给机构捐了一大笔钱 还非常关心在日外国人的人权问题 与此同时 清家召开记者会 林木为他准备演讲稿 这次他又不是林木的叮嘱 在记者会即将结束时 聊了聊接下来的计划 如今针对外籍人士 等弱势族群的攻击和启示 愈演愈烈 关于这种仇恨言论问题 他呼吁要加以严惩 还准备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身为政治家 他希望能成为弱者的后盾 苗记者看到后 不禁倒吸苦两气 这言论简直和清母如出一车 林木也被吓了一跳 清家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这样一来 他总算能和政治家父亲 站在同一高度了 然而不等他开始行动 就有人扒出了林木的身份 二十年前 毕纪公司社长的独生子 有人开始带节奏 这样的人 肯定对政治家心怀强烈怨恨 将其视为亲信的清家 真的适合担任官房长官吗 林木以为是苗记者 暴露自己的身份 第一时间找苗记者算账 苗记者紧忙解释 攻击他对自己没有好处 应该是清母搞的鬼 结合清母在机构说的话 苗记者认为清母 对清家的影响力很大 甚至廉价于他之上 别忘了 清家可以像海绵一样 能吸收他人的话 完美扮演对方心中的理想人物 苗记者已经查到 清家早在认识林木之前 就一直在清文的掌控之下 可他还是执迷不悟 认为清家不可能背叛他 然而清家接下来的话 让他如醉并哭 当年参选学生会会长时 他嘱咐清家千万不能哭 但最后清家还是哭了 原因是清母说 如果真的感动 哭出来也没关系 还让清家和他好好相处 因为他能帮清家站得更高 办公室的那幅字 清家之前说是一位书法家送的 实际上是清母送的 他以为自己占据了清家 没想到一直活在清母的坚实下 他太小看清家了 一直以为清家还是和高中一样 没了他什么都搞不定 就像苗记者说的 他忽略了一件事 清家在认识他以前 就已经戴上面具 或许他从来都不知道 清家的真实样子 不久后 苗记者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林木 其中就有那份名单 幸好名单丢失前 苗记者拍了照片 林木看到了那份名单 想起了苗妇的话 当时苗妇联系他 称已经查到有政治家为了脱罪 把责任推到他父亲头上 苗记者认为事情和清母脱不了关系 在苗妇收集的简报里 除了案件内容外 还有一篇不检验的报道 某男性在家中轻声 这个人不是别人 是现任外务大臣的前秘书 林木已经查到 毕竟收回案公开后 秘书就主动请辞 就在秘书辞职不久后 第二秘书也消失不见 好在第一个秘书的夫人还在 苗记者和林木前去拜访 在苗记者的迫切恳求下 夫人终于开口 秘书手中有政治家试案的证据 她不知道证据是什么 但秘书的死一定和这件事有关 可她翻遍了整个家 都没有找到什么证据 苗记者和林木再次寻找 在中医院秘书纲要里 发现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林木高中时的地址 以及林木的姓 苗记者猜测 秘书应该是查到林木的身份 把证据寄给了林木 可林木不记得收到秘书的信件 看来得再去到高中了 老师承认高一时 学校确实收到了寄给林木的包裹 里面是一卷录音带 内容老师不知道 后来把录音交给了清母 亲养父 五亿元 苗父等人的死 以及消失的清女友 林木的车祸 笔记书回案 都跟清母有关 林木嘱咐苗记者小心 说不定老师已经联系了清母 把苗记者调查的事汇报给对方 这么一说 苗记者突然察觉到有人跟踪 确实有人 但不是清母的人 而是大臣的 大臣只问清家知道些什么 清家满脸疑惑 什么也不知道 大臣想看穿清家 但对方早已戴上层层面具 苗记者还在四处打他消息 一直跟踪他的神秘人突然现身 他转身就跑 没想到遇上了清母 面对他只问操控清家一事 清母没有回答 警告他别再刺探别人的事 他不死心 直接追上去 发现清母来到一座宅院 门牌上的姓氏是小松 他绕到侯远头看 院中坐着一个老头 旁边有护工陪伴 从三人的对话得知 老头是清母现在的丈夫 小松 后辈传来消息 清家要回老家去左梦的餐馆吃饭 苗记者就在老家 打算直接找清家问问 然而他还是晚了一步 等他赶到餐馆时 清家已经离开 不过给他留了张字条 嘱咐他别乱来 不久后 苗记者回到东京 把遇见清母的事告知李牧 他已经打听过 和清母再婚的小松 是个退休的医生 李牧不认识小松 就连清母再婚 李牧都是第一次听说 根据清母以往的行为来看 这个小松背景肯定不一般 同时查到了40年前 清母做女公官时的信息 当时清母自称姓刘 还记得清女友的剧本吗 图稿时用的名字也姓刘 苗记者记得 清女友喜欢用 欺负过自己人的名字当笔名 这样看来 清女友图稿时所用的名字 很可能是清母的真名 这说明清母有外国血统 这样一来 清家自然也有 怪不得清家的发言 一直向着外国人 回东京之前 苗记者查了清养父的车祸 发现清养父出事当前 清母和清家 去另一个城市走亲戚 苗记者准备跑一趟 看能不能查到什么线索 至于BG收贿案 他想从那个失踪的秘书查起 不过这件事得零木出马 两人开始分断行动 苗记者经过多方打听 果然有人记得清母 不过老太认识的那个清母 活到现在应该90多岁 照片中的清母 应该是其待在身边的女儿 老太记得 这个人好像有什么苦衷 只要一喝酒就哭闹 嘴巴里还重复风筒 空调什么的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个开了很久的外国餐馆 苗记者可以去那里问问 对方果然认识清母 了解完情况后 苗记者当晚就赶回东京 向同事同步查到的信息 清母的母亲 也就是清家的外婆姓刘 清母的父亲是日本人 母亲是外国人 他们搬到老家后 基本不和邻里来往 说到这儿 苗记者想起一件事 高中老师曾说过 清家之所以想从政 是因为外婆的关系 这时苗妈让店员 给苗记者送饭 听到他们讨论什么 风筒 空调 店员好像明白了 发音成日文应该是复处 苗记者慌了 身居高位的清家 竟然背负着复处的使命 让苗记者更慌的来了 清家推出了首相民选制 如果这个选制真的实行 就会成为清家当宗里的最佳机会 但凡清家走错一步 就会变成强权政治 就像希特勒打造的纳粹主义一样 另一边 林木联系了一位政治家的老秘书 发现大臣的秘书二号并没有失踪 而是被大臣转到暗处 在黑帮里帮大臣销毁跟伪造证据 难道BG收回案的证据 就是其帮忙伪造的 这样看来 苗父的车祸 应该是秘书二号干的 可证据录音在清母手上 难不成两人已经暗中联手 想搞清这个问题 就得找到秘书二号 林木没找到二号的地址 不过查到了他经常去的酒吧 几人去酒吧找人 结果惊动了他 让他从眼皮子底下逃走 没想到隔天就传来问号 二号死了 警方开始以为是轻声 不过另一个男人的跳楼 让警方很快破了案 男人是二号的手下 被人从逃生梯推了下去 幸好没有死亡 怕被人灭口 刚抢救过来就全招了 二号花钱雇佣卡车司机 撞死苗妇 目的就是为了销毁苗妇手里 和避记有关的资料 除此之外他还招供 指使二号的人就是大臣 至于清母 他完全没有提及 描寄者不愿放弃 只身去找清母对质 看描寄者如此执着 清母向他讲述了母亲的故事 战争时期 母亲在国外嫁给了一个商人 后来跟其来到日本 商人的父母无法接受母亲的身份 就这样 母亲被商人抛弃 在一国孤苦伶仃 没有回去的钱 为了生存 母亲开始陪酒 期间认识一个日本客人 在半强迫下发生关系 之后便有了清母 生下清母后 母亲便无法回国 母女俩没有归属 母亲当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复仇 后来清母越来越漂亮 还隐约意识到 自己可以令男人疯狂 二十岁时 她遇上了清家的生父 和生父在一起的时间久了 她发现生父没有自身意志 只是在扮演政治家 继续深入了解后发现 控制生父的是金母亲 生父母亲去世后 生父就想放弃当政治家 她极力阻止并奉献了自己 还坦白了自己的身世 后来生父就把她的意见当成自己的 她就这样控制了生父 想以此来掌控日本并实施报复 可就在这时 她怀孕了 当时的社会不允许未婚先孕 更别说她还是个配偶女了 她深知生父不会和自己结婚 于是没有告诉生父 打算偷偷处理掉这个孩子 母亲那一番话让她改变主意 自己从来没有盟友 所以生了她 想让她当盟友 而且母亲不止一次想过 如果她是男孩的话 两人的生活或许会有所不同 这句话点醒了她 如果她肚子里的是个男孩 会不会就能改变未来 实现母亲和自己的愿望 既然决定生下孩子 那首先得给孩子一个姓 轻养父成为她的目标 对方是她在营作的乘客 丧偶 无子 听说她的走遇后 主动提出和她结婚 而且不过问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就这样她带着母亲和孩子 嫁给了轻养父 起初轻养父对他们很好 但没过半年 轻养父就原形毕露 她确实想过杀了轻养父 但对方的车祸 真的不是她制造的 要知道轻养父出事时 她带着母亲和孩子 去外地找亲戚了 可这不排除她买凶杀人 她确实没办法证明 不是她做的 就像没办法证明 是她做的一样 这个她是谁呢 原来她曾向生父哭诉 被轻养父折磨 当时生父已经结婚 后来两人在东京见了一面 虽然她没带亲家 但生父知道亲家的存在 把手弯上的表递给她 让她交给儿子 从那以后 生父的秘书就一直给她寄生活费 看着亲家从政 一步步爬上更高的位置 她就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苗记者想知道 她为何把亲家的论文寄给林木 这就冤枉她了 从没寄过什么论文 就问了一下小松 对方也不知道这回事 林木觉得亲母没说实话 因为林木清楚的记得 在亲家搬进议员宿舍那天 自己亲眼看到亲母拿走论文 苗记者也调查了小松家的护工 没什么可以支出 与此同时 林木找左木聊天 得知他辞去亲家后援会会长一职后 林木不再隐瞒 告诉他亲母可能在背后操控亲家 他卫背一愣 说出一个让林木傻眼的事实 其实他一直向亲母汇报亲家的情况 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而且亲母还嘱咐他 不要告诉亲家和林木 这样看来他们之前的推断都是错的 亲母没有操纵亲家 那亲家背后的人到底是谁呢 不久后 苗记者约亲母见面 除了两人以外 到场的还有林木夫妇 同事 小松 以及护工 苗记者已经从小松那里得知 亲家当上民意代表后 就和亲母断绝往来 至此以后 亲母的精神状态非常不稳定 于是便去小松的医院求诊 两人就是这样认识的 已经相伴了二十载 而且亲母命不久矣 刚查出亲母病情时 小松曾写信通知亲家 但始终没有回应 因此这二十年来 母子俩没有任何联系 既然如此 谁才是那个操控亲家的人呢 没错 就是小松家的护工 或许要称呼他为亲女友 听到亲女友的名字 众人震惊不已 其实之前调查他时 苗记者注意到他的出生日期 和亲家林木两人是童年 于是再次拜访了他妈 确定他就是失踪多年的亲女友 被苗记者戳穿身份 他彻底不装了 承认自己就是亲女友 也是他把论文寄给林木 怎么说呢 一直以来亲家真正信任的只有他 当初两人交往时 亲家就告诉了他亲母 以及外婆的身世 刚开始他只觉得亲家很有趣 不过很快就发现亲家的才华 能像海绵一样携收他人的意见 比如在亲家面前发表意见 亲家很快就能转变成自己的 为了独占亲家 他说服对方帮自己假装失踪 然后瞒着亲母和林木 一直在背后支配亲家 他原本的计划是 让亲家27岁当上民意代表 然后抛弃亲母 把林木压榨干后也一脚踹开 等亲家当上官房长官后 两人就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谁知三年前 亲家突然抛弃他 他断定亲家被人抢走 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亲母 为了抢回亲家 他整容伪造身份接近亲母 没想到找不到任何迹象 紧接着他又怀疑林木 这才把论文寄给对方 想着林木看到论文 说不定会采取行动 不料半路杀出个苗记者叫局 说了这么多 众人想知道 现在操控亲家的是谁 他也不知道 所以才说出一切 苗记者脑袋不够用了 而是他又会是谁 不管是谁 有两起车祸得算在他头上 一起是16年前5亿元的车祸 当时他为了让亲家成为政治家 从而杀死5亿元 他就是5亿元的群人 另一起则是林木的车祸 为了效仿哈努森 他也要让林木在43岁死亡 第一起车祸他认 但林木的车祸真的不是他搞的 苗记者突然意识到 应该是有人想让他当替罪养 这样看来 亲家背后还有个神秘人 为了查出神秘人的身份 亲母把证据录音交给苗记者 车祸什么的跟亲母无关 先前之所以不惨败 是不信任苗记者 录音里是林木爸和大臣的声音 能清楚地证明大臣消除贿赂 承诺把一处国有土地 卖给林木爸 除此之外 大臣还给林木爸介绍了一个人 与总理 这件事一旦曝光 将颠覆日本的政权 就在苗记者震惊之余 亲家突然约见他 刚见面他就质问 亲家背后的人是谁 亲家没有回答 而是请他当自己的智囊 待在自己身边 他犹豫片刻后同意 因为这样就能找到亲家背后之人 至于那个录音 他决定相不上交 毕竟与总理和亲家是一派的 与总理一旦下台 亲家必然受到搏击 他也无法找出背后之人 当上亲家智囊后 他提出的第一个意见 就是和首相民选之有关 一旦这样修宪 会使总理的权力过于集中 消耗庞大的政治能量 亲家听从他的意见 延缓修宪 还在媒体前搬运他的意见 如此听话的亲家 让他大吃一惊 而且就他最近观察 所有的一切都是亲家才做主 既然如此 同事提议公开录音 他急忙阻止 一旦公开 亲家就会受到牵连 他智囊的位置也将不保 面对他的言论 同事不可置信 他虽是政治家的智囊 但也是一名记者 请他别忘了记者的本分 几句话让他如梦初醒 如果不是同事的提醒 他差点成为俄罗斯套瓦中的一员 明确自己的目标后 他向亲家提出辞职 继续当亲家的智囊 或许真的可以打造他心目中的社会 但这样一来 他和操控亲家的人有什么区别 辞去智囊的职位后 他开始行动 没过几天 一则揭露B级贿赂案的报道横空出事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宇总理和大臣也被请去喝茶 铁证面前 宇总理很快承认罪行 并约见了苗记者 据宇总理所说 亲家的身份也曾参与收回案 还帮他们隐藏证据 更杀烈的还在后面 这一系列的事情 亲家全都知情 苗记者震惊不已 警方上网查询 发现生父在1998年时 就提出过首相宁选制 他立刻去找亲家对质 认为亲家活在王父的束缚中 亲家没有否认 确实和生父有联系 生父和其他人不同 没有试图控制他 因为父子俩是一样的人 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没有主体 也就是说 生父没有控制亲家 而是和亲家属于同一类人 苗记者不仅有些疑惑 现在操纵亲家的人是谁 其实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真是这样 亲家为何要切割掉 亲女友和陵墓 原因非常简单 他们都小看了自己 第一次察觉被小看 是在大学的时候 拼命阻止他谈恋爱的陵墓和亲母 自己却沉浸其中 这件事是亲女友告诉亲家的 而这个教会他 不要小看我视角的女友 结果也看不上他 为了能让他在27岁时成为政治家 亲女友和五亿元搞在一起 甚至还杀死五亿元 所以他选择在对他们造成最大打击的时候 隔离 陵墓的车祸也是他的意思 因为车祸失败 他才给媒体透露了陵墓的真实身份 以此开除陵墓 苗记者一直追寻他的真面目 其实都是他演出来的 有人常说 俄罗斯套话中最小的人偶表情很可怕 可在他看来 人偶的表情充满怒气 就像他一样 不想被人小看 现在的他拥有国民的爱戴 只要当上总理 政权就稳如磐石 到时候 苗记者就能见到他真正的实力 苗记者无法理解他 不过明白了一件事 他确实在害怕 害怕无法了解自己 苗记者承诺 会继续试图了解他 相信母天一定能拯救他 随后苗记者把他的话转达给陵墓 得知真相的陵墓 总算能放下了 五年后 苗记者出版了一本书 内容是探讨清家的本质 把他所知的清家展现在人们眼前 即便如此 人们最后还是选择清家成为总理 另一边 林墓在妻子的支持下 勇敢的踏入政界 大方的向民众承认自己的身份 正因为是罪犯的儿子 他才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苗记者谨遵读诺言 时时刻刻盯着清家 微笑俄罗斯娃娃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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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